車窗全都破裂 玻璃碎片散落在座椅跟地面上 俄國連續兩天對烏克蘭大臣發射飛彈 持續鎖定民生設施 摧毀破壞的 不僅有民眾住宅 還有發電廠跟天然氣公司 澤倫斯基表示 烏克蘭現在有一千萬人沒電可用 但俄國聲稱炸的是生產武器的軍火工廠 烏軍則在南部前線測試外國援助的武器 打開美國支援的嶄新砲彈 烏軍不忘在上面留言給敵人 以實際行動展現 將俄軍徹底趕出國家的決心 TVB的新聞 余思穎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為了 過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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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程